记者刘静侯台北报道,退警总会申请的保障警察消防权力集会游行活动,将在今日晚间实施结束,明日有八百状式反年改团体号召的邮行又将登场。 台北市警察局表示,由于退警总会申办期间曾发生多次违法脱续行为,警方已将依法传唤,明日将会以更严格方式执法搜证。 退警总会是向台北市警察局中正义分局深准,在23日12时至4月24日晚时时止,在立法院、监察院及总统府周边道路举办。 但首日发生竖气脱续行为,造成二名该局员警及四名记者受伤。 警方经过律现场搜证引带,掌握涉案的康性退伍军人,料性及无性退休警察,以制作传唤通知书,必要时向检察官申请拘票。 市警局鉴于此,针对明,25日800状是反年改团体号召群众致立法院周边集会,预估申请人数约17000余人,为防可能会发生更激烈冲撞。 警方将阵拟部署严正执法。 市警局表示,据凡意图自事造成冲撞警方,丢明治、颇红期等违法脱续行为,警方已规划必要警力及组裁,权力维护重要官署及集会活动周边交通及秩序,如有不法,将从研究办。